隋唐在2015年 嫁給資深藝人賴佩霞的嫉子Toni 形象良好經常分享育兒大小事 沒想到卻傳出隋唐夫婦 因而饒靈問題被告上法庭 住在隋唐家樓下的A先生爆料 隋唐夫婦去年搬進社區後 經常在深夜和清晨6點多製造大量噪音 包括奔跑、熄鬧和彈琴聲 讓夫婦鄰居不得安寧 甚至要看身心科吃藥才能入睡 A太太則表示自己向隋唐反映死狀況 沒想到他卻說 你們也跟著早點起床囉 A先生也曾試著和隋唐老公Toni溝通 Toni竟然當面嗆聲 別跟我說去跟我律師說 超傻眼的回覆讓鄰居忍無可忍 因此才真的找上律師走法律途徑 雙方在去年安排調解 鄰居表示希望隋唐家能加裝隔音店 也願意負擔一半費用 然而隋唐夫婦都為先生調解 只叫朋友出面拒絕說會影響居家設計 無法接受 又因工作忙碌至今都沒有回應 超級誇張的對話行進 讓大家都驚訝喊道 這真的是我們認識的隨堂嗎